虽然大家都知道绝大部分的30系显卡已经进入了矿场挖矿 但难免有些豪放牌玩家也是摇牙购入 而根据SLEEM最新的硬件调查报告显示 RTX3070的占比目前正在持续增长中 同时20系中的前品卡RTX2060也是首次超过了GTX1050Ti 成为了继GTX1060之后第二款广受欢迎的显卡 所以为了紧随市场变化 NVIDIA将会推出RTX2060的重置版 并为其配备12GB的显存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按照以往的计划来看 每当全新系列的显卡发布之后 一些老旧显卡就会慢慢减产停更直至退市 但由于目前的30系显卡算力过于给力 绝大部分的产品已被矿工包揽 同时受到疫情缺货等多因素的影响 能够被大家买到的可谓是少之又少 这也就导致对显卡有刚需的用户 迫不及待已经转入购买老旧产品了 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RTX2060显卡占比越来越高的原因 试想一下新品卖不出去 旧品持续活热 作为厂家的你会如何选择呢 所以老黄才会做出推出RTX2060重置版的决定 而这样的计划虽然是不按套路出牌 但却合情合理 至于全新版本的RTX2060会有哪些特性呢 目前能够了解到的是 其仍然会采用图灵架构打造 并使用台阶电的12nm制程工艺 核心代号为TU106-300 又有1020个扣带核心 48锁光山单元 120个纹理单元 240个张量内核 以及30个RT核心 而这些参数几乎与旧款的RTX2060完全一样 但为了保证应有的差异化 新款的RTX2060将会配备位宽为192bit的GDDR6显存 并且显存容量会提升至12GB 而整卡的功耗大约会来到170W左右 然而根据WCCFTIC的消息表示 其实早在今年的1月 NVIDIA就已经向客户预告了 其会催出新版的RTX2060显卡 以满足DIY和OEM市场的需求 但由于当时正值RTX3060显卡发布的关键时期 而为了保证充足的库存供应 并将余下的产能和芯片等专注用于RTX30系列的研发 新版的RTX2060就此被搁置 但现在来看 由于30系显卡的缺货情况 将会持续到2022年 而为了避免出现无卡可用的现象 OVIDIA才充斥了推出新版RTX2060的计划 至于这样的做法 不会被加剧30系显卡的缺货呢 目前来看是用不着担心的 究其原因是RTX2060现阶段的生产工艺 已经相当成熟了 无论是良品率还是成本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况且也不会占用过多的先进工艺产能 而在价格方面 根据WCCF这个消息表示 由于此前 NVIDIA就已经将RTX2060的显卡 降职到了299美元 所以新版RTX2060的价格并不会过高 预计会与两年前的起售价一样 也就是349美元 约合NB2268元 却于发售时间 最快是在明年1月 但具体时间还得由制造速度而定 所以各位玩家们 对NVIDIA从新版的RTX2060来挽救市场 是是何种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在下面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 还有科普支持期的关注超级客 我是RG强 我们下期再见